因为一场车祸,女孩真知失去了记忆,此后的她一觉睡醒,就会忘记昨天的人和事。 为了找回记忆,她在房间四处贴满了提醒自己的贴纸,并每天坚持写日记。 第二天睡醒后,通过看日记才知道昨天都发生了什么,这样的失忆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。 三年后的某个早上,女孩醒来发现自己的失忆症似乎有所好转,她能依稀记得昨天的事,但却忘了这三年所发生的事。 女孩在房中发现了一本素描册,里面画的全是同一个男孩,她想不起来男孩试水,于是询问闺蜜,闺蜜告诉她男孩只是她的素描模特。 女孩示然一笑,却殊不知自己和男孩的关系非比寻常。 故事还得从三年前真知刚失忆时说起,一天在学校真知被男孩阿透告白,但其实阿透并非因为喜欢真知才这么做,而是因为被几个同学威胁,如果不告白,她的朋友就会被欺负。 真知明知阿透的告白是假的,可还是欣然接受,甚至约好放学后和她在教室见面,阿透原本没放在心上,起料真知竟真的来找她,还说要和她做假装的情侣。 如今,阿透的告白视频已经被传到了网上,为了保护朋友,阿透答应了眼前这个奇怪的女孩。 真知竟然与阿透约法三章,第一,放学之前不能和彼此说话,第二,发讯息要尽可能地减短,第三,绝对不可以真的喜欢上对方。 三个条件,阿透都答应了,真知于是和阿透拍了一张相恋第一天的合照,之后又询问她各种信息,从生日到血型,从家庭到性觉爱好等等。 真知全都巨细无疑地记在了本子上,那之后真知将闺蜜介绍给阿透认识,又用手机拍下了许多和阿透一起目睹的景色。 事实上,真知这么做,全是为了替明天将失去记忆的自己保存珍贵的回忆。 日复一日的睡眠和醒来中,真知每天都会忘记阿透,每天也只能通过日记,才能知道和阿透在一起的昨天。 母亲告诉真知,她的失忆症只有父母、老师以及闺蜜知道,为了防止有人使坏,她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。 根据日记上的内容,真知得知,自己要在这周与阿透约会, 她特意选了件蓝色长裙,随后按照手机相册里的照片,找到了在公园等待自己的阿透。 对每天的真知而言,阿透如同熟悉的陌生人,她不记得自己和这个男孩说过的话,错过的事,但却有种莫名的疏心感。 约会过程中,真知不小心睡着,但醒来后看见身边的阿透时,已经不再认识,她匆匆逃离这个陌生人,甚至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。 彷徨之下,真知唯有联系闺蜜,她一早便给闺蜜打好了备注,那是她值得信任的人。 真知将情况说给闺蜜听,闺蜜闻言便让真知翻看包里的日记,并表示自己会马上赶来。 看到日记和手机里的照片时,真知才恍然发生了什么,她向阿透道歉,随后更是说出自己患有失忆症的事情。 为了不连累阿透,她想结束这段关系,可阿透却不愿如此,她让真知不要将今天不小心睡着的事写进日记里。 如此一来,她便不会知道,阿透也可以假装自己对真知的失忆并不痴情,明天他们还可以继续做情侣。 犹豫后,真知听了阿透的话,删除了约会中不愉快的内容,而一日醒来后的她读到日记,内心只有愉悦和满足,阿透也遵照约定,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 之后的日子里,他们开启了浪漫的约会模式,一起去游乐园、读书馆、一起看海、一起骑单车。 所有这些经过,真知全都用手机视频记录了下来。 阿透告诉真知,自己会让明天的她过得一样开心,听到这句话的真知心动了。 这样的心动足以驱散,每天早晨醒来后失去记忆的绝望。 一日,真知和阿透在水族馆买了一对企鹅挂饰,恰好隔天是日本某小说奖项的获奖名单发布日,而阿透的姐姐也有望获得此奖。 于是真知与阿透以及闺蜜三人便约好,在真知家等待名单公布。 这还是阿透第一次来真知家,她发现真知将企鹅挂饰挂在了包上,便说起了此事。 可真知却一脸的茫然,她不记得了。 闺蜜及时地提醒了真知,真知意识到自己又忘了,一时间唯有匆匆逃离。 阿透见状也打算回家,却被闺蜜拦了下来。 闺蜜表示,这种事的发生,阿透早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。 闺蜜掀起真知的床单,里面全是她的日记。 尽管每天清晨失去记忆后的真知很是绝望,可在看到这些日记后,却会面带笑容,因为是阿透教会她勇敢面对。 既然真知都没有逃避,阿透又为何要做懦佛? 闺蜜的话让阿透无地自容,终于她没有再说离开的话,而是陪着真知看完了小说奖项的颁奖现场。 得奖的作家正是阿透的姐姐,或许是被真知的乐观所影响,阿透也渐渐在改变。 母亲早时候,父亲一头扎进了创作小说的世界里,可都好几年了,也没写出一个字。 阿透知道父亲至今还忘不了母亲,还在为过去的事而逃避。 姐姐原本也是如此,直到勇敢地在文字的世界里表达自己,直到拿下属于她的新人奖。 姐姐的经历和闺蜜的话给了阿透最好的启迪,她借机点醒父亲,与其逃避痛苦,不如乐观面对。 为了帮真知留住更多美好的回忆,阿透找到了一个叫程序性记忆的记忆法。 所谓程序性记忆,就是用身体代替大脑去记忆,让五官、四肢以及各个身体器官感知事情发生的经过。 因真知是美术生,故而阿透建议她多练习绘画,将周遭的事件和发生的事情全都画下来,用手指的触动和直观图像代替大脑留住记忆。 真知照做了,可她的素描册里画的全是阿透,渐渐地真知的绘画技术愈发邪说, 而阿透也会每天给真知一点小惊喜,真知也和往常一样,会将和阿透在一起的日常拍成视频记录下来。 日复一日后,和阿透所期待的那样,真知的日记里全是幸福,真知发现自己似乎已经真的喜欢上了这个男孩。 那天是一年一度的烟火大会,真知身着一夕美丽的和服去见阿透,还带上了阿透送的发饰,路上她主动牵起了阿透的手。 这时烟火绽放了,可真知却哭了,她的记忆如同这短暂绚烂的烟火。 即便眼前之景如此浪漫,即便和阿透在一起如此美好,可二十四小时后她便会彻底遗忘。 真知哭着说真的不想忘记,阿透默默逝去真知的眼泪,并温柔地告诉她不会忘的,任何记忆都不会完全消失。 阿透还承诺会永远陪伴在真知身边,真知问阿透,她是否可以打破当初约定的第三条原则,是否可以真的喜欢上阿透。 阿透却告诉真知,自己早就打破了这项原则。 说话间,阿透吻了真知,漆黑的夜空中,烟火绚烂地有些哀伤,那晚入睡前,真知在日记里写道,她好想一直待在阿透的身边,直到永远。 时光匆匆,真知和阿透相恋已经三年,两人也迎来了毕业,真知幻想着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能和阿透闺蜜一起玩耍,一起度过无数个美好的四季。 闺蜜闻言却有些悲伤,因为她有个绝对不能告诉真知的秘密,那是在今年秋天的某天,闺蜜和阿透说起,她原本以为阿透和真知会很快分手,那现在她很期待他们的后续,这对恋人的故事让她重新相信了爱情,可阿透却告诉闺蜜,这样美好的后续或许不会再有了。 原来阿透患有遗传性的心脏病,她母亲就是因为此病而去世的,昨天她也因此忽然晕倒了一阵,阿透表示自己明天会去医院做检查,万一检查的结果不好,万一忽然有一天,她也像母亲一样走了。 她希望闺蜜能帮忙将自己从真知的日记里删除掉,只要她不在日记里出现,对真知而言便如同不存在,就仿佛他们从未相遇过一样,如此真知便不会悲伤绝望。 一日,闺蜜一直在等阿透的电话,终于电话响了,可来电的却不是阿透,而是她的姐姐。 姐姐告诉闺蜜,阿透今天早晨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,死亡来得猝不及防,闺蜜经过一番犹豫,最后还是将阿透的死讯告诉真知。 在阿透的葬礼现场,真知伤心地哭了,她没有任何关于阿透的记忆,有的只是日记上的记录和手机里的照片及视频。 可是很奇怪,在看见遗照上的阿透时,真知仍然觉得心里是如此的悲伤。 阿透走后,真知情绪崩溃,每天早上翻开日记,她都要面对记忆中不存在的男友的死亡,为了一个不记得的恋人整日一泪洗面。 见真知如此,闺蜜找上阿透的姐姐寻求帮助,她不忍心修改真知的日记,姐姐闻言答应帮忙,她明白弟弟不希望真知陷入崩溃的心意。 真知的父母也愿意配合,他们拿出了女儿的日记本,闺蜜复印了一份,姐姐随后做出修改。 修改版中,有关阿透的内容全都被删除,从字里行间看上去,就仿佛阿透从未出现在真知的生命里。 姐姐将删除后的日记交给了闺蜜,闺蜜继而将日记考进了真知的电脑内,随后换了另一部手机给她, 又将房间恢复成了三年前真知遇见阿透之前的模样。 收拾房间时,闺蜜发现,其中一张纸的背面还藏了一张小贴纸,上面写着不要忘记阿透。 瞬间闺蜜泪如雨下,原来真知是如此的想要记住阿透。 真知的最后一张小贴纸,装有和阿透相处回忆的手机,以及她未修改前的原版日记,全都被闺蜜带走了。 看着日记上真知记录的一字一句,闺蜜的心禁不住动摇了,终于她抱着原版日记回到真知家, 眼前真知正在作画,而她画里的人全是阿透。 真知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,一直在画这个男孩,她只知道男孩是自己素描册上的模特, 可她的手就像是有记忆似的,一遍遍不由自主地临摹着男孩的模样。 闻言,闺蜜再度哭了,并最终忍不住说出了实情, 并将一字未改的原版日记和手机全都还给了真知。 真知逐字逐句地读着日记,上面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在提醒着她, 那个被她遗忘的人,那段被她遗忘的往事。 三年前之所以答应阿透的虚假告白,只是因为一时兴起, 之所以约法三章不需喜欢上对方,是因为真知觉得失去记忆的自己, 没有资格谈恋爱,和阿透的存在却给了她期待明天和活下去的勇气。 看着手机里和阿透相处的照片和视频,真知的记忆依旧一片空白, 她仍然不记得这个男孩,不记得和她相处的每一天, 她唯有向神明祈祷,希望将阿透刻进自己的心里。 清醒的是,真知不再崩溃,她想兑现阿透的期望, 想要乐观快乐地活着。 一段时间后,真知和姐姐来祭奠阿透,此时真知的记忆已经有所好转, 能大致记得昨天发生的事,却仍然不记得和阿透相处过的那三年。 但正如阿透说的,记忆不会完全消失,真知相信, 这些记忆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。 根据日记本上的内容,真知打算沿着阿透所说的程序性记忆的方向找寻记忆, 她决心考取美术大学,用日记月累的画笔找回消失的那三年, 消失的那个男孩,她知道在这个不断消失的世界里, 有些事,有些人,将会留存在心里,直到永远。 电影结束。